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怪师屋,我是乔教 咱们书节上回,楼主一星人再次来到了北京南楼古巷那家厨师的酒店 并成功入入110号房间,夜晚很快来临 叔叔要求自己住110房间,准备开始自己的驱鬼辟邪之法 晚上时战多,叔叔把事件亲历者楼主和老段叫去110房间 让二人各自站一个墙角面壁 无论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都不许回头,不许说话 千万不要动,叔叔给楼主和老段一人一个铜钱 手上还握着一根红线,叔叔说 一会儿如果感觉有人扯手上的红线,就把铜钱扔过去 弄得楼主和老段超级紧张,叔叔把窗帘都拉上 灯也关了,房间内一片漆黑,静得可怕 楼主当时很害怕,感觉心要从嗓子眼里跳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楼主感觉自己特别的冷 冷到浑身打颤,冷到想要尿裤子了 片刻后,寂静的房间内,突然发出第一声响动 就是敲电视柜的声音 但是面壁的楼主完全感觉不到叔叔的存在 甚至怀疑叔叔是不是跑了 事后,老段也说那天他特别害怕 当时他已经哭了,但是不敢出声 大笔一定都不敢擦 当天晚上没过多长时间,真的有东西在拉楼主手上的线 当时特别紧张,以至于拉了楼主四五次 都没有把铜钱扔出去,还死死的攥在手里 后来感觉身体都快要被拽得转过身了 楼主才想起来,把铜钱扔出去 铜钱丢出去后,房间内依旧一片寂静 楼主明白,一定不能回头,也不敢动 就紧张的等待着叔叔的信号 老段那边也没有动静 不一会儿,叔叔把灯打开 在楼主和老段的肩膀上,用剑各敲了三下 随后叔叔让两人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一开门,两人的父母都在门口焦急的等待着 第二天早上醒来,老段身上的红斑还真就不见了 楼主起来后也食欲大增,感觉身体恢复了起来 楼主妈妈说,昨天驱鬼的时候 他和楼主的父亲就站在门外 都要冲进屋子里救楼主了 因为他们听见,房间里面像打仗一样 发出劈啦啪啦的声音 隔壁房间的人还打前台电话进行投诉 可楼主和老段的记忆中 昨天晚上的房间里,除了听到敲电视柜的声音外 根本没有其他的声音 离开北京,回去的路上 楼主还是不太开心 想到大胖要是早点认识这位叔叔 就不会惨疾了 在车上,楼主和叔叔说了大胖的情况 因为叔叔还能不能治好他的耳朵 叔叔却说,大胖耳朵龙是身体上的问题 简单来说,和脏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叔叔向楼主问了大胖的名字后 起了一挂 看完挂箱后 叔叔说,不用过分自责大胖的事 不是110房间里的脏东西搞的 他是咎由自取,贪念所致 不过叔叔说,那个酒店的经理倒是不简单 他这样是在作孽,以后一定会有人来收拾他的 楼主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追问叔叔,跟叔叔什么都不肯说 可能是想安慰楼主,放下心里的包袱吧 后来一段时间,楼主身体逐渐恢复 只是晚上会偶尔做个梦,心理负担比较重 找心理医生进行辅导 这期间,大胖妈妈突然联系楼主 问他出车祸那天,肇事司机有没有喝酒 楼主说,实在记不清了 于是大胖妈妈一直暗示楼主 司机当天是喝了酒的,那天太混乱 加上司机没有逃逸,根本没有报警 而且大胖妈妈也是下午才到的 司机垫付了医药费后,留下电话就走了 到了晚上,司机才去警局自首 大胖妈妈认为,司机很有可能是酒驾了 可楼主仔细回忆之后 认为司机当天的行为举止很正常 身上也没有酒气,不像是喝了酒 楼主刚说完自己的看法 没有想到大胖妈突然哭着说 大胖现在已经这样了,很可怜 这辈子算是完了 我和他爸指不上大胖 还要照顾大胖一辈子 如果哪天我俩走了,大胖就没人管了 不留下钱,大胖以后生活都没有保障 你们是同学啊,不能见死不救啊 楼主这才反应过来 大胖妈妈是想让自己做伪证啊 举报司机当天喝了酒,再拿一笔钱 没等楼主回话,大胖妈妈开始道德绑架 如果我和大胖父亲死了 你来照顾大胖后半辈子 那阿姨就啥也不说了 你们感情好,你照顾他一辈子吧 再说这件事,你有责任 你能和阿姨签个合同,照顾大胖一辈子吗 不愿意对吧,那你帮阿姨这一次吧 总的来说,就是要么照顾大胖一辈子 要么就去做伪证和司机钱 楼主一时语色,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对付着说 阿姨,你再给我点时间 仔细想想那天司机喝没喝酒吧 电话断线后,楼主很是无奈 试图回想那个司机到底喝没喝酒 个司机是个无辜的人的 虽怨状的人,但是他没有逃逸 第一时间把大胖送进医院 还报警自首说明情况 给大胖进行了赔偿 楼主拿不定主意,便和父母商量 父母说,坚决不能去做伪证 后来楼主想起那位驱鬼的叔叔 就打了电话 问叔叔能不能帮自己算一挂 看看出生货难天 司机到底喝没喝酒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叔叔那边直接说 不用算了,没喝 根本就没喝 大胖的事你不要再管了 他们一家都是咎由自取 到后来,大胖妈再一次打电话过来 让楼主去做伪证 楼主为了转移话题 跟大胖妈妈说 她和老段去北京那家酒店驱鬼的事情 明确地告诉大胖妈妈 确实是遇到脏东西了 估计大胖也是 还建议她找着看看 能不能把大胖的耳朵给治好 没想到大胖妈妈听完后 情绪非常激动 并开始咒骂那家酒店经理 楼主瞬间明白 原来去驱鬼的时候 经理说的那尝到甜头了是吧 一波接着一波来是吧 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了 就是最胖的那个 是这个意思 看来大胖妈妈 早就先与楼主等人去过酒店了 没准都讹过一次了 难怪经理那天 会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眼见楼主不愿做伪证陷害司机 大胖妈妈又开始打电话 骚扰小胖 反正大胖妈妈觉得 楼主和小胖对大胖心里有愧 必须出贤出力 一定要出来做这个伪证 小胖当然和楼主一样 也认为司机当天没有喝酒 不想污蔑好人 但大胖妈妈好像一个赖子 不停地给楼主和小胖电话轰炸 还隔三差五的 来学校闹过好多次 还要打官司告学校 认为学校对大胖出车祸也有责任 还有 因为出事路段不限速 搞得交通局都被大胖妈妈高上法庭 这一闹 在舆论上给楼主和小胖很大困扰 就像现在的网络喷子一样 校园里 不明事理的老师和同学们 居然也把事情的矛头指向楼主和小胖 认为他们俩没有人情味 不敢出来作证 指控司机等等 甚至最让人感到可怕的是 老师上课的时候 当着俩人的面 跟其他同学说做人要厚道 说完 目光还停留在小胖身上 那段时间 小胖在学校已经要待不下去了 心中是万分的委屈 都开始抑郁了 真是你闹你有理 你不听 我就恶心你 后来 破语无奈 小胖和楼主 又他们家和学校 又给大胖家一笔钱 大胖妈妈才不再骚扰小胖 楼主也很奇怪 大胖妈妈 怎么可能这样放过自己呢 非要按责任来说的话 自己应该比小胖大一点 楼主分析 应该是家里给大胖拿钱了 只是父母怕担心 就没告诉楼主而已 宿舍里人员差的木槿是真的狗 和人沾边的事是一点都不干 在学校的贴吧里 天忧加速的讲这个故事 还加一些悬疑灵异的段子 弄的是风风雨雨 被学校查了 积了大雇 那以上就是北京南楼股像某酒店 110号房间诡异事件 当时这篇帖子 在某伴发出来的时候 引起网友热议 本以为事件到这里就平淡的结束了 没想到两年后 2015年11月22日晚上10点 楼主再次出现 淡淡的留下了一句 大胖走了 引得网友们浮想联翩 随后楼主注销了账号 彻底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注销前 楼主留下一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寺 鹰似飞红踏雪泥 泥上偶然流直爪 红飞纳腹 几东西 这首诗出自苏东坡 和子有碾时怀旧的前四句 大概意思是 人生到处奔走 就像飞鸟他的雪地上一样 只是偶尔会留下脚印 飞走之后 谁会注意到这些痕迹 留在何方 或许楼主是港海 人生无常 来的快 去的也快 人说没就没了 用这首诗来缅怀大胖 这位匆匆离去的室友吧 再后来 有网友在网上查到 楼主暗示了这家酒店的照片 装修风格 确实比较诡异 而那家酒店 现在已经重新装修 所以当年楼主讲述 入住时的样貌 已经无法考究了 现在除了一些比较夸张的装饰外 没看出有什么不正常的样子 以防万一 乔乔想要提醒大家一下 去南楼股乡住酒店 千万不要住110号房间哦 好了 本期快收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鼓励 乔乔会把国内外精彩的 悬疑灵异事件或案件带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可以把想听的案件或事件 等到公屏上 下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经典都市传说 消失的住内 点赞过一千 更新马上到 咱们下期再会